本体的问题 我们讲本体是灵性 本体的东西就是 你会达到你自己能解脱的目标 这个叫本体 那解脱是什么 你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办法定义 但我可以告诉你说 能够回到你的身心上面来的 就是本体 不是作用 给人家看 像我们现在跟你讲是作用 那这个作用跟你的本体有关 你现在是作意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是 比如作意动会产生内热 身体会热起来 身体的热会引发你身体的本能动 那个本能动你不能控制 这个时候还没到本体 这个只是载体 它的本能会动起来 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的杂质 跟污染 可以排除掉一些 那排除多少 还不知道看你的药灵抓到多少 然后呢 这个本能动到某个程度以后 它会引发你生命 就是灵性 真理的那个部分的本能也会动 那个才是本体 那我们现在要直接扣到生命本能动的部分 没那么快 因为它一定要先透过身体的本能动才有可能 生命是彩绘世间的主人 它像艺术家一样 身体呢 是它的材料 比如说我这块木头要雕刻什么 这个木头就是身体 那艺术家来雕刻它 艺术家用什么来雕刻这块材料呢 用生与异业三支彩笔来彩绘 所以一个艺术家他要学会生与异业 来雕刻这个身体 所以你这个身体是一个像 它表现的 它的用生命的用是生与异业 所以我们从这个很简单的几个动作 交给各位 其实是让你的身体产生本能动 前面这个阶段 这个本能动对你的健康 跟你的心理的情绪问题 有绝对的帮助 就到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我们叫做功夫瑜伽 这是我们这边在做运作的时候 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不能达到真正的本体 也有相似的本体